这个国难当前大家就辛苦一点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到大安区关怀中心 未免在假日人不间断提供服务的同仁 送咖啡慰问时 看到同仁忙到没时间打招呼 直呼国难当前大家就辛苦一点 除此之外还仔细询问工作流程 确诊进来他要报你 确诊进来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就是 我们会看到身份证字号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点进去之后他可以先去查看 他运在这个里面 这个确诊应该是 确诊应该是 我跟你说他PCR出来到 他会讨到那个确诊应该多少 可是这就是问题 因为他前两三天进来怎么办 他已经做PCR了 他也是要他养 但是系统还没有他的明确 这个时候他打进来 要什么 要垃圾轻运他干什么 要派案什么解决 目前的话呢 这一块的话呢 我们会教导他 就是说因为垃圾的处理 不是那么立即性 请他好好的包 所以他等到有耗才有 对对对 因为我们目前的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没有 没有 各自 各自进来的 对 你还去查来查去就很麻烦 对啊对啊 你不查你不晓他去不去 他那个派工会派哪些东西 派工有很多啊 像防疫系列车啊 垃圾轻运啊 还有什么物资需求 垃圾轻运不是固定 固定时间期 不是 固定比如说今天中午12点收案 收案就是处理今天早上跟昨天下午 不是我都垃圾轻运 我们没办法定点去收垃圾 比如说今天开始打电话进来的 他每天固定中午12点 去处理昨天下午打电话 跟今天早上打电话 他也去他家收 去他家收 对 去他家收 对 去他家收 对 不是很有效力的办法 你说明書而且注意事项 以前是两张 可是 改七天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 5月8号 他没有回溯 他没有回溯 我昨天看到是没有回溯 今天也是同样的 10天 我昨天看到是 5月8号开始才是 以前的还是一样 库文哲也在当下说 还是真的要全部弃手 只看中重症就好 但对有外媒推估 今年夏季前 台湾可能引爆前所未见的死亡率 他也强调即便目前一线的医护人员 因为我们今天有